我們這個事情要從蔡英文開始講起 蔡英文先不出席全大會才是一個重點吧 對 蔡英文不去 結果我們現在看到的局面是什麼 5比5啊 我不覺得是6比4耶 各位我們先討論結果好了 6比4這個說法我百思不得其解 除了說大家有人想像賴清德的表忠誠 怎麼會是6比4耶 第一個王定宇 你說永元會 永元會現在歸屬於誰 永元會現在的老大是誰 龍頭是誰 你以為是王定宇喔 當然不是啊 王定宇為什麼能夠當上中常委 你要不要先問一下陳其邁 陳其邁在背後跟他結盟 你知道南部從5月15號 就是說他們整個高雄的市主委重選之後 就已經基本上變賣盟了 就陳其邁一統江山 包括你整個在高雄這個地方 就是陳其邁跟永元會跟新潮流分庭抗禮 對手是新潮流 那我問你你知道黃姐是誰的人 陳其邁的人啊 黃姐加入什麼派系你知道嗎 永元會 他加入永元會 各位你理解我的概念嗎 所以你怎麼會說王定宇這一席 是賴清德的 你不能算過去 我黑人問號耶 你會覺得陳其邁是賴清德的人嗎 我是完全不理解這個算法到底是哪裡來的 這是第一件事情 因為你要先知道啦 陳其邁他原本那時候還在討論說配票的部分說是不是會配到陳廷菲 但我跟你講這樣手錄就太粗了啦 你懂我意思嗎 陳其邁他當然有多餘的餘力 可以去配 但是這個配的程度包括黨代表跟中執委 因為民進黨選舉是這樣 617席黨代表選出30個中執委 所以中執委基本上你只要超過20票以上 都是穩定當選甚至不用到20票 然後30席中執委再選出10席中常委 他們邏輯是這樣的嘛 所以陳其邁他有餘力的時候他基本上黨代表那個都會去分配 但他如果去直接去支持 蔡英文或者支持反賴的勢力那就太難看了嘛 因為陳其邁畢竟也不想要那麼難看嘛 所以他用他的方式去配嘛 那最後結果就是王定宇選上啦 你不會這時候你不會說王定宇是 賴系啦我覺得這個莫名其妙你知道嗎 王定宇跟賴清德選過 市長你知道嗎 王定宇選輸那時候還鬧得不可開交耶 初選 那時候知道王定宇怎麼形容賴清德了嗎 哪有人這樣子啊這個 有市長可以選還要去跟人家拼立委的 他那時候這樣去罵他耶 2019年王定宇表態支持誰 總統初選支持誰 支持蔡英文 所以王定宇我跟你講他是類似 都是4加1 4加1 英系是4個加1個 王定宇你從前要算他是騎翔派 啊就是說他不會去 去逆臨賴清德但是他也不會去給他順心如意嘛 而且講白了王定宇他也是台南市的立委 難不止他真的就平白無故看著林俊憲當選 他吃飽太閒喔 他沒有想法嗎 他當然有想法啊 怎麼可能是賴系 莫名其妙 這第二個啦 鄭國會你真的給他算是賴系嗎 陳茂松之前跟左翁太講過什麼話 他跟左翁太講說什麼 鄉太啊拜託不要吃香喔 這句話就他講的嘛 他說你林家人給他一個位子嘛 陳茂松正國會這些人也是騎強派啊 這老二哲學都是騎強派嘛 老二哲學就是 西歸威大邊嘛 你要有一個大樹去依附嘛 你才有得分嘛 這理論邏輯就是這樣子啊 這王定宇甚至是擔心到說 事後是不是會被賴清的清算 因為2019年的帳 這都有可能啊那時候踩得很兇了 王定宇那種人像是會跟你客氣的人嗎 那時候就跟你踩下去嘛 他也可以不表態 他為什麼要表態我支持蔡英文 那時候賴清的身邊只有誰 只有林俊憲而已好不好 所以我說各位他是4加1 好那這個前提我們先搞清楚 那蔡英文為什麼說他至關重要 蔡英文分別講了幾件事情 第一個啦 他說我不去全代會喔 因為我不會指點江山 我不是那種會指點江山的人 這句話其實很有問題 邱惠姐我今天會跟你講說 這我稍微不近一點 邱惠姐我是不會跟你講說 你要怎麼教你主持的啦 這句話什麼意思啊 這句話什麼意思啊 現在總統黨主席是賴清德 蔡英文講句話意思說 老娘還是有能耐可以指點你啦 只是我不想而已啦 我如果出去喔 大家會覺得我才是老大 這樣欺負啦 背後理由不能這樣啊 那給的兩個理由更瞎 說我不會去介入 我對派系文化一點都不感興趣 這是第一點嘛 結果你可以看到 不感興趣就整個派系 被他弄得扶扶踏踏踏的 賴清德弄得一塌糊塗的 那反面我看到我就說 所以賴清德搞小圈圈啊 全部都只有賴系啊 你不是在修理他嗎 你說你對派系不感興趣 結果派系串聯的可好了 我都不要講 英系有沒有在串票 有沒有在配票 有啦 私底下都在弄嘛 金權政治我只能講成這樣 有在弄嘛 怎麼會怎麼會沒興趣呢 在電視警察說而且喔現在的氛圍喔 都是LINE喔在清角音隙啦 哎呀我去都要到時候轉移焦點了啦 放這種話嘛 喔那我跟各位講喔 這個是聯合報放出來的 如果這個消息是假喔 蔡英文臉書是在後面 他早就可以否認了 沒否認 你這不是此地無印三百兩嗎 蔡英文就直接去就好啦 去就沒有這件事情啊 那你知道為什麼他不去嗎 因為去只有兩種結果 第一 我被你丫頭了 我服軟啊 你老大我小的啊 對不對 那第二我們兩個同一艘船的 你不要開玩笑了 蔡英文跟賴欣人永遠不會在同一艘船 只有雙邊想把對方踹下去 船上船下的那種情況而已 這兩個都不是嘛 不是就是什麼就開戰啊 所以你看後來 我跟你講蔡英文的個性都是這樣子啦 他不會去放話嗆話 蔡英文也不會生氣 也不會什麼他都不會做這件事情 他就是事情打完了 然後他稍微講一句話 就打完了他才會講話 你搞定了嘛 好那這時候你再看到這個選舉 你就知道怪是怪在哪 第一 卓冠廷那個東西是意外嗎 文貴會講 617票沒有很難啦 一票喔那個每一票都很值錢的啦 不會亂來的啦 不會亂投的 連蔡英文那一票黨代表票沒去都要算進去啦 所以是616 那你想想看卓冠廷他們為什麼配到剛好落選頭31名 肯定是原本算30名嘛 因為政國會實力很弱嘛 陳廷飛走的時候實力非常弱嘛 結果剛就這麼巧 剛好有一個人 讓槓起 按錯 然後讓卓冠廷落選 那就少一席中職位喔 差別非常大 你不要跟我開玩笑 一席中職位 差很大 所以政國會為什麼最後 落賽 只剩一席 就是這個緣故啊 卓冠廷沒上緣故啊 所以你說那一席黨代表 到底是巧合嗎 我才不相信沒有那麼巧合的事情 民進黨黨內選舉沒有出過這種怪事嘛 在第二 我敢斬金結帖直接想 先把政國會掃一席 所以政國會已經掃一票了 政國會有沒有兩票嘛 兩席啦兩席中常委嘛 那你說 呂林曉鳳那個我跟你講啦 各位我們都不用猜了 他百分之百 故意的啦 你看一下那個印章好不好 我這拜託一下 你知道那個印章 先生先生看一下 那個 那個要多大力 那個是 用壓的那個印尼 搞不好不夠還再補一次 壓很大力 老娘屢林小鳳搞的 那個不像是這樣狗丟的 不可能啦 那不是印尼姐那種 他就是要跟你講 就是我 我讓你林一錦落選的 各位你知道什麼嗎 林一錦本來三票對不對 那你說兩票有什麼差別 我跟你講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第一 本來安歐 舒志芬英系的 他也是兩票 洪生翰 民主活水的 也是兩票 對啊還有另外一個兩票是誰 另外兩票那個叫誰啦 反正呢另外一個 剩下一個本來也是 也是那個英系的人 就是本來如果說林一錦這咖沒有尬假 陳廷飛嘛 陳廷飛 蘇志芬 安歐 然後跟那個洪生翰 是這三個喔 等於是三搶二喔 那你想想看洪生翰機率活下來是不是很大 因為陳廷飛跟你安歐都是你們英系的人 都是菲萊系的人啊 到時候你沒聽掛嘛 那你看拉一個進來也沒不一樣 不一樣了嘛 三分之二跟二分之二的機率怎麼能比 所以這個局面是刻意創造出來的嘛 那最後就是比誰簽運好啊 對不對 那你仔細去算算看嘛 英系也開得不差 為什麼 王世堅 陳廷飛你知道他們兩個是什麼嗎 狀元跟榜眼 哇見笑戲 真是見笑戲 各位我跟你講 我就講賴先生看到那個氣刀拍桌 搞什麼東西啊 我今天當總統 我當主席 全代會上講是洋洋傻傻的 全程都講台語 台灣的台語 講老半天然後最後開出來也是那個 舉反賴大旗的陳廷飛第一名 然後說王世堅你知道講什麼嗎 王世堅更猛 他說我才不會當和音天使 他沒有要幫賴金的和音 他要唱走調 他要跟他唱反調 不是當和音天使就是我要唱反調 再來第二個 我們剛剛還沒有講到 你知道王世堅多兇慘嗎 陳廷飛從台上很興奮 我從到3號了 走下來的時候王世堅跟他講 市長好 我覺得怎麼都不演了 怎麼怎麼的 有夠兇 叫他市長耶 就說陳廷飛選這個中常委就再來拚了啦 市長 然後再來第三件事情 陳廷飛也沒在演 他下來握手第一個人跟誰握嗎 你知道跟誰握嗎 黃成果 他跟黃成果握手耶 你想想看 這很清楚了啦 賴新的看到會怎麼樣 抓狂嘛 配票配的好好的嘛 蔡英文坐在家裡面 他不用指點江山耶 他掃自己那一席黨代表 他照樣贏耶 所以你想想看喔 王世堅 安喔 對不對 我們講的 陳廷飛 再加一個 書系還配票過去的 誰 張宏露啊 那各位你沒有仔細注意到 這個越來越 這個氣氛越來越不對了嗎 越來越怪了嗎 來囉 我們剛才不是講蔡英文為什麼我講一席你看喔 你看喔 安喔 王世堅是英席的嘛 陳廷飛嘛 然後還有一個書系的嘛 還有一個誰啊 我現在還有一個 還差一席那席是誰 反正總共加起來五席嘛 對不對 總共加起來五席嘛 那我問你各位喔 你有沒有仔細注意到這五席都有一個共通點 沒有你說王定宇是不是 他不能算賴啊 不是不是不是 王定宇嘛 王定宇嘛 怎麼五席嘛 全部都是蔡英文每個人都有在串啊 所以你看蔡英文這時候講說 哎呀我跟派系之間喔 派系文化我沒有興趣的少來 知根知底耶 他太了解派系的核心力是什麼了嘛 你說王世堅要的是什麼 為什麼王世堅這次要跟泛英系合作 王世堅之前講說我只有一個人 我是奸系我聽得快笑死了 你奸系你可以拿20票 拿來20個黨代表是奸系啦 這英系人挺你嘛 李文簡答台北市長 王世堅就想選台北市長 我跟各位保證喔 他不用搞 王世堅都不用搞人 他就說 請進行公平公正的初選 請問一下台北市誰幹的過他 絕對他贏嘛 初選王世堅一定贏嘛 我給你保證 對不對那要弄誰 當然是吳斯堯啊 如果沒有王世堅在中場會你覺得吳斯堯會不會直接徵召 監困選區 三喀都徵召吳斯堯 跟你保證絕對吳斯堯啦不會有別人了啦 剛才賴清德的用人哲學我們已經講很多遍了啦 只有自己人啦 所以王世堅你看他多狠 他那時候 接受專訪的時候就點名說 沒有啦沒有啦不會啦 我不會選啦 吳斯堯很適合啊 馬上點名吳斯堯給他難看嘛 搞了吳斯堯就出來說我幹市長 我不會幹市長我幹市長我不會幹市長 這是講什麼 修他還講什麼 你這是故意給他難堪嘛 再第二個 陳廷飛的核心利益是什麼 我要選台南市長 陳廷飛是拼到底了 陳廷飛是個狠人啊 我還是要再講一次的故事 什麼狠人法 當初他跟黃偉哲黨內初選 然後最後打輸了對不對 打輸了之後呢他沒有去告 他有告他也有告黃偉哲 然後也有告我 那告我之後呢 第一次打輸了嘛不起訴嘛 他就在意 在意之後又不起訴嘛 他就抗告 他這個狠人啊 他就是會拼到底那種人啊 沒有再跟你客氣的 陳廷飛你知道他地方上的民調 之前大概做出來大概是四成 林信先生的輸很慘 沒有辦法跟他拼啦 基準實力很雄厚啦 只有徵招可以把他處理掉嘛 所以陳廷飛他知道這個狀況 他也不怕你賴欣賢弄我 我就 政國會開訴我也不理你啊 我就跟你尬到底啊 就陳廷飛第一高票而且他不只低高票 他有帶人耶 他一個人就兩票了耶 比政國會還強啊 所以陳廷飛核心力就是要台南啊 他也不用囉嗦我要初選 他就說你不要生招我要初選啊 完了我跟你講那搞不定了 林俊蟹也掛了吳思耀也掛了 怎麼搞 對不對 而且各位你不要忘了喔 還有一席是什麼 為什麼蘇西要跟蔡英文合在一起 我心裡有講過 新北不一定是給蘇巧惠 你賴欣賢的個性 林又昌乖一點就給他林又昌了耶 他才管你輸貨贏喔 對不對你蘇貞昌當時還被寫在那個密件裡面 同盟蘇貞昌搞死賴欣賢 對不對 喔我要把賴欣賢打在地上 他怎麼可能支持你女兒 想也知道 所以你看蔡英文多精明 他掌握到這個三個人 他跟蔡英文都沒脈絡的 核心利益嘛 秉極大化嘛 所以最後竄起來結果是什麼 結果就是莫名其妙跑來一個4加1啊 那賴欣賢也是4加1啊 陳茂松真的會那麼乖嗎 我也不知道耶 你要拿多少東西跟林家勇交換 鄭國威也沒實力了 很丟臉耶 鄭國威之前兩席然後先拿一席 狗言慘喘被一個陳婷妃打趴 所以你看這個情況這樣結局下來之後 那我就問一件事情 他整個影響到的是什麼 王先生已經講出答案了 就2026 你2026賴欣賢如果沒有辦法一手掌握 那怎麼辦 所以我跟你講這講震撼教育 因為第一個你是先任總統 然後你又是黨主席 結果你竟然在 黨內選舉裡面討不到便宜 然後一個已經卸任的 總統 然後整天在家裡爆貓 結果他跟你勢均力敵 這情何以堪嘛 所以我就說讓現在其實當然是做對的事情 就是他覺得說哎呀我掃黑樹灘 然後把政文灘抓起來 我說過了嘛 我非常認同嘛 在這件事情上 我當賴希的無所謂嘛 但是沒有用嘛 就沒有用 你知道為什麼沒有用嗎 民進黨本身就是一個根深蒂固的 金權政治 在這些大家配來配去 喬來喬去 揉來揉去 你用狗的 也沒用啦 最後結果證明給你 當大家的 利益極大化的時候 還是會把你壓縮到一個極限 而你借實你想想看那個場面 每天 每個禮拜 三 那中常會 賴新的開 王世堅就在那邊匹佩狗 當 他就不當和音天使嘛 他已經匹佩狗嘛 陳丁被跟你匹佩狗嘛 完蛋了我跟你講 反正大家現在 準備好爆米花在旁邊 吃著等看好戲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的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他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 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 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ew your care